如果一個年輕人遇到了這種腦袋的話 我們這樣講 因為他也帶了無奈 然後他又從小聽我的 當時在混亂的時候把他抓來 牽了他也就牽了 他就覺得一個是父親的命令 一個是不懂 如果你怎麼樣 我晚上要背負多少東西 而且不能拋棄 因為他有拋棄既存就不行 他有跟你埋怨過嗎 曾經 但他在埋怨的時候 我等的是他的小弟 我還做到過 你懂他讓他抒發 不能讓他一直吞 他在埋怨的時候想了什麼話嗎 最嚴重的是 我就跟你切歌 切歌是好 當然是氣話 附帶的附馬 他算是我認為 我認為一個年輕人遇到了 這種老北父 我們這樣講 因為他也帶了無奈 然後他又從小聽我的 所以我當時在混亂的時候 把他抓來 牽了他一個牽了 他就覺得一個是父親的命令 一個是不懂 大概是這樣 老爸這個 他都叫我老大 反正老到最大 老到所少 應該沒有問題 從小讓他感覺 我就是一個專門解決任何問題的老BA 可是當出了問題之後 他會忽然間錯誤不及 他會說 如果你怎麼樣 如果 我晚上要背負多少 而且不能拋棄 因為他有拋棄居存 這不行 他有牽制 這件事情我必須把它處理 很愛我年輕人 這樣子每天 內心單心 外表可愛 那很痛苦 這有跟你埋怨過嗎 曾經 但他在埋怨的時候 我等於是他的小弟 我還做到過 你總要讓他抒發 不能讓他一直吞 他在埋怨的時候 想到什麼話嗎 最嚴重的 最嚴重是他辦不到的 就是辦不到說 你在家我就跟你切歌 你切歌是好 當然是氣話 因為我們兩個 還好從小 他就是 只要我在 他就 都沒 可是忽然間 他從 溫室裡面 然後遇到這個 哇 恐懵爆 但我受不了 那後來是怎麼跟兒子 又變好 因為我們每件事情 都兩個人一起面對 包括一些 什麼狀況 他都看在眼裡 原來 原來你不是我 你不是因為去 幹嘛 而去負債 你是因為 因為電影他也幹嘛 過去了 因為那些問題 他當時也看在眼裡 會演變成這樣子 當然他料想 他老是覺得他老爸是 灌冷的 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但是 如果 我又有一點 很痛的時候 那叫做真的痛 因為我平常不會 很痛 所以到現在 當然跟這些 年輕人 我們把小朋友 拉在裡面 他跟這些年輕人 接觸到不同的 管理方式 或者是 形式風格 不要一直 依我的圍標 不見得準 所以他在跟他們 學習 我們一起 還是在一起做工作 這件事情 還是在 所以兒子也在 泡菜這個團隊裡面 對 他的職位是什麼 他的角色 他其實 如果我們直播的時候 或拍攝的時候 他還是我的 重 然後我也 我有一個責任 是替他 找老婆 人家對我們好 就好了 對方 他就會全心全意 對人家好 他分手 都是別人先提出的 不錯 對 他不敢把人放下 對方會因為你的狀況 跟他分手嗎 當然 他沒有講 是 但是我會擔心 這個 這個會不會 就 人家提到 哎呦 你們家庭好黑 會不會這樣子 我怕他 就算有 他也不會講 如果對方家庭 有這樣的疑慮 你要怎麼跟對方解釋 那如果 他有提出 有這個疑慮 我覺得 還沒有發生 如果有我會請 叫我兒子 帶我去見對方的朋友 我來當面跟女兒 解釋一下 什麼狀況 也不是外傳的 什麼 去賭博 去衝煞 現在還住豪宅 開名車 欠債 細價 把臺灣沒法 有像紀平 那豪宅 真的豪宅 現在好動 然後 車子也是 那種 二手車 有在 被載組織的 那個是什麼時候 那個 那個大概在 去年的 十一月 那個還好啦 反正大家也不是說 拍下手 或什麼 這不過 都只是說 希望你給一個車 這樣子 因為 這個事情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經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大家不會說二言相當 都不會啦 嗯 還是很平穩 喔 那個站組它是 限了多少 那個 也不多 七十五 七十五 嗯 嗯 那現在 那個有還的嗎 有先來嗎 我所謂的 所謂的那些站組是因為什麼 因為之前那個 不是PGTALK林總裁處理嗎 他不是有一段時間請大家來登記嗎 那有些人是不去登記 當年有些人被 被 然後他現在結束了嘛 他回頭 沒有當初沒有登記的人 所以債務的 數字增加是來自於這裡 並不是在外界的債務 所以大家會說 你過年前說一千五 這樣怎麼變五六千 其實是沒有登記的人 那這些必須 大家心態會不一樣 你出獄了別人的多種 我沒有出獄 因為當初沒登記 那我現在要啊 那就再會繳一次 不是全部啦 就是沒有結束的這些部分 那些人為什麼當初沒有過來 你知道人的心態也說 我給你欠一錢 你一定 不會有心態說 你要幫我 你要把我打折 一定會這樣子 比方說一千萬啊 變成兩百萬等等 那有些人是不接受 不接受他就是先放著 等你們怎麼樣他再來 對 因為兩則三則這個事情是 因人而異嘛 那當時的林總裁他處理就交給他處理 有些沒有登記的人 但因為我跟林總裁已經宣布他的處理完成了 那些人就交給他 直接對我 最近算起來是六千還是七千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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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大概在 反正詳細的小數點就不管了 大概在六千嘛 加之前的那個 我講的那個 對對對 所以 其實已經減少很多很多啦 就算 以總數字來講 減少很多 只是說現在 不能再 把 請誰啊 同情我幹嘛 不能再這樣 所以 所以 那我就自己來 想辦法 來 取得 比較快速的賺錢 所以做生意是一個 當然 不一定 不見得就會成功 那我 有盡力 那在品館防疫 也是盡力 因為 對吃的 還算內好 所以 品館把它做好了之後 然後 不是 我剛剛講的 不是請大家通常 是 介紹這個商品給你 如果 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是不是 我們十幾個年輕人 大概一起試吃的時候 是投票的 投票到最後是 哪一個 所以 我不能 用一老 賣老說 我公見了 所以 我是有經過 每期的